大家好,我是大白话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这部电影叫做 《降龙大师魔龙咒》 非要说,咱们来看电影吧 这部电影说的是啥呢 说要,那是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咱们的女主小漂亮来到了一个荒山野岭 跟你们说,你们可能都不相信 这里有一座大山长着一只眼睛 原来山里面封印着小漂亮她的爸爸 叫做龙啸天 500年前被咱们男主降龙大师长毛子给封印在此 如今,龙啸天用自己的法力撕开了一条失控隧道 要让小漂亮去500年前长死长毛子 这样就不会封印她了 就这样,小漂亮穿一个失控隧道 打算去刺杀成毛子 时间一转就来到了500年前 如今的长毛子和自己的好搭档葫芦 在一个小鱼村里 因为这里有很多小鱼小鸭的妖怪 但可是,他们两个是来抓妖龙龙广海的 这里并没有 相反,这些妖怪都是被龙广海 被害流浪到死 其中还有一个龙太子 就是年轻时候的龙啸天 他的父母被龙广海杀害 他的逆灵也被毁灭,法力济失 没有龙广海 长毛子和葫芦也没在这里堕呆 万万没想到,他们前脚刚走 后脚就来了一只蛇妖 没有错,这只蛇妖就是龙广海派来杀龙啸天 他们灭口的 要说这只大蛇确实很厉害 咱们这个小鱼村的这些臭鱼乱下根本不是对手 就算龙啸天想救大家自己也没那个实力 所以关键时刻,还得是长毛子及时出手 有法力封印住这个大蛇 连一点汗都没出 本来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其实并没有 天空忽来一阵 雷神轰隆隆 咱们的女主小漂亮闪亮登场 小漂亮从500年后穿越而来 不但破坏了咱们封印大蛇的法阵 还把长毛子的法力撞到了龙啸天的身上 结果大蛇也跑了 长毛子的法力也没了 就算咱们想要要毁法力 也没那么容易的 因为龙啸天逆临被毁 是没有办法运转法力的 而且他和长毛子现在是感同身受 也就是说 你打龙啸天 长毛子也会跟着痛 当小漂亮醒过来的时候 也发现不对劲 龙啸天不就是以后的他的爸爸吗 为啥现在跟长毛子这么好 不是让穿越来杀他的吗 一切的疑问只能等到以后再去破解 现在的小漂亮只能装作是龙啸天的表姐 虽然现在龙啸天没有逆临 不能把法力还给长毛子 但可是 这不代表一点办法都没有 小愚蠢的村长就说了 很多年前有一个最强龙妖很厉害 后来被一个更强大的作妖法师给灭了 龙妖死了之后 所有的法力都集中在自己的逆临上 如今这个逆临就在作妖法师那里封印着 所以只要龙啸天得到这个逆临 他的法力就会恢复 到时候长毛子的法力也就可以回到自己身上 事不宜迟咱们赶快动身前往 毕竟自己的钱在别人家的银行卡里有点热心呢 就这样 小漂亮也跟着他们一起去 这一路上一直看着长毛子 想要寻找斗手的机会 结果长毛子就以为人家老看的是对他有意思 也是如果有一个妹子老是看着我 我也觉得他对我有意思 只要不借钱其他的都好说 时间很快就到了晚上 大家一起在破庙里休息 互相沟通一下感情之后 该睡觉睡觉 趁着大家都熟睡的时候 小漂亮想要动手长死长毛子 结果龙王海那边又派来一个妖怪来刺杀龙啸天 所以小漂亮也只能放下手头的任务 保护自己未来的爸爸 这次来的妖怪还挺厉害 或者说长毛子没有法力不是对手 咱们这几个人一起上都不是人家对手 只好赶紧跑然后躲在树上 这一次长毛子和小漂亮一起躲在树上 正所谓男女掃受不亲 你们这就有点过分了 当然了 电影在短时间产生爱情的话 必须要找一些可以插出爱情火花的桥段 否则两个人啥都没有发生 忽然就相爱了 那就有点唐突 咱们这次危机算是暂时解除了 不过刚才自杀失败的妖怪回去之后 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龙王海是一个狠角色 在他这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所以女妖怪直接被整死 连一口气都不给你留着 于是他又把任务给了另外一个手下 希望不会让他失望 长毛子咱们这些人继续寻找逆临 也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 他们来到了当年作妖法师这里 作妖法师本人坐在这里 咱们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反正长毛子他们又进入了一个幻境 这里有一个叫做千魔机的妖怪 擅长蛊惑人心制造幻境 而龙啸天更是被千魔机带到幻境中的幻境 蛊惑龙啸天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他 可以变得更强 龙啸天想想自己也确实没啥用 都保护不了自己的族人们 所以真的就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了千魔机 龙啸天马上就要坠入魔道 长毛子必须拯救他 因为他们两个是感头身受 长毛子也来到了幻境中的幻境 就用葫芦一半的法力 把千魔机从龙啸天的体内给找了出来 但可是他却被千魔机上了身 并且看到自己的七情六欲在作祟 关键时刻小漂亮给咱们度了一口法力 才从幻境中走出来 也正是因为这一口法力 让他们之间更暧昧了 回到现实世界中 之前的作妖法师也活了 作妖法师就说 看样子你们都是善良之人 可以拿走逆龙 那么逆龙在哪呢 就是刚才的千魔机 所以咱们这帮人再一次进入幻境 这一来就找千魔机 就这样大家一起对抗千魔机 经过了非常不容易的打斗之后 千魔机被打败 逆龙也出现在咱们所有人面前 龙啸天把逆龙安在自己体内 法力恢复了甚至更强大 但可是 他把长毛子的法力还给他的时候 却发生了意外 法力竟然回不去长毛子的体内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原来呀 长毛子身为小龙大师 动了七情六欲 所以法力暂时回不去 只能到他没有预念之后 才可以回去 小漂亮也明白这一切都是咋回事 于是他决定要和长毛子明天 分道扬镳再也不见 分手之前 大家一起喝个小酒 解一下心中的苦闷 就在这个时候龙广海的手下忽然袭击 瞬间就带走了龙啸天 其实人家龙啸天也是故意被抓走的 为了留下线索 让大家找到龙广海的秘密基地 面对自己的杀父仇人 龙啸天肯定要跟他死壳 由于他的逆龄还没有觉醒 现在还不是龙广海的对手 就算咱们其他人即使赶到也不行 如今长毛子还是一个小飞飞 大家一起上都不是龙广海的对手 这可咋能啊 龙啸天没有办法了 只好求助体内妖龙的逆龄 就这样龙啸天得到妖龙的法力 他也入魔了 不但瞬间秒杀了龙广海 还要整死咱们的长毛子 关键时刻 小飞人替长毛子挡了致命一击 国产人往大的女主是最可怜的 不信你们细品 为了刺激男主们的情绪 必须牺牲女主 好多电影都是 所以这部电影也不例外 小飞人最终灰飞烟灭 长毛子法力回到了自己的体内 然后葫芦牺牲了自己当作法眼 跟长毛子一起封印了龙啸天 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 三年之后长毛子来看看龙啸天 想知道怎么回到五百年前 电影呢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告诉每个啥道理呢 有些人以前是好兄弟好哥们 不知道为啥走着走着就成了仇人 好了今天就到这了 摸摸摸